前线快报一开始 马上带颖来关心到最新的财经焦点了 央行在9月份的时候 祭出了第7波的打炒房措施 部分的民众反应 他们的房屋其实是继承取得 或者是有实质的换屋需求 相关的限制将会影响到他的财务规划 对此央行今天公布了三大的配套措施 包含了自然人只有继承取得房屋者 有房屋者因为实质的换屋需求 还有已签订购屋者 包含了乘务以及预售物合约 都可以排除适用 不受央行这一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 自然人如果只有继承取得的房屋的话 他所生贷的购物贷款 不是高价载的话 那可以排除呢 那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规定的一个适用 央行日前祭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让不少换屋族哀嚎 为此央行周三临时召开记者会 开出豁免条件 自然人如果有房屋 但他认为他有实质换屋需求的话 那如果他跟金融机构 存贷的金融机构切捷约定下列事项后呢 那他所申办的第一户或第二户的购物贷款 也不是高价债的话 可以排除本规定的一个适用 自然人如果有申办财政部的这个 青年安心成家购物贷款 也不受本规定第一户购物贷款跟第二户购物贷款的限制 为了达成信用管制的目的 同时兼顾购物自助需求的资金规划 央行对三族群放宽继承者排除规定 包括继承取得房屋 换屋需求与承代银行签订拨款后 一年内出售原有房产 已经已签订成屋与预售屋购物合约 不受选择性信用管制 无宽限期或陈述限制 9月20号起 神办的贷款案件都可适用 就是因为有民众反应下手太重 央行收到的一些民众的陈情里面 他们有反映到说 有部分呢 这个民众的房屋是继承取得 或是有实质换物需求的 所以呢 在央行这一次的新的这个规定 对于有这个五房带有房屋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认为这个部分没有宽限取得 影响到他们的财务规划 就怕打炒房伤及无辜 央行松绑规定也让基层换物族大喊有救了 记者黄友柔 陈伯承台北采访报道